来自19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多哈 试图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冷问题的处理上达成新的协议 以取代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在今年年底到期作废 牛津大学能源政策教授迪特尔·赫尔姆指出 京都议定书在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在1990年二氧化碳浓度以百万分之二的速度低增 而现在却以百万分之三的速度低增 赫尔姆认为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缺陷是 它只涵盖了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小部分 因为许多西方国家已经进入非工业化进程 我们应该对碳消费成税包括碳进口 也就是说给碳标上价格 这样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 谁排放谁掏钱 尽管有害气体的排放还在增加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路斯·戴维斯认为 京都议定书仍然是个重要的工具 京都议定书所包含的原则 对于一个可行的国际条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这些原则包括统一的计算规则和透明度 可以使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是否在履行其承诺 2011年在德班举行的气候峰会上 与会代表未能达成新的后京都协议 只是承诺到2015年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海客施罗德指出 全球气候会议规模太大 这意味着要达成共识 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小的国家只派三名代表 比如索马里当年向哥本哈根会议就只派了三名代表 而巴西却派了近600名代表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些小国根本不可能参加所有的谈判 施罗德对这次多哈会议到底能取得多少成果感到悲观 什么都没有改变 就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那样 这一次恐怕也是说得多 进展少 牛津大学教授赫尔姆描绘的前景也同样凄凉 到2020年 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将是他们现在的两倍 到时候 全球火电装机容量将增加400到600几瓦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过百万分之四百 科学家说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银行警告说 到21世纪末 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升高 三到四摄氏度 那时候极端天气将变成新常态 是吗 偶尔姆 所以让它来到辑楼的事实 也尽 5 6 4 感谢观看